Hello 大家早上好 今天还是素颜开始 然后我们还要做的是新品测试的第二部分 就是我在斯福兰买的一些产品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是测试这一个蓝扣的 这一个叫Tint Idol Ultra Wear Foundation 然后之前有朋友跟我说 有没有用这个想在接下来的这个 斯福兰的VIP 不是的 Beauty Insider的CL 我再来就是想不想收这一瓶 然后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然后玻璃瓶 然后我的色号是 原来说我这个色号是320号 Basic Warm 这里 我们废话不多说就马上开始 我最后一步准同样的 我们测试一个粉底液 就是不用这一个妆前乳 为什么 就是大家的妆前乳都不一样 明白了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直接海洋之泥的防晒 我每天都用的这一个最后一步护肤的步骤 然后我们一定要摇匀 你可以听到它里边那一个 需要你摇匀那种声音 同样的半边脸呢 我用詹试的Beauty Blender 然后另半边脸我们用刷子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质感 可以这样子的 是偏黄啊 是偏黄的这种颜色 感觉 挤得一样 怎么一股酒精味的感觉 闻到一股酒精味的感觉 然后我并没有全用完啊 这半边脸 我就是剩下我们用刷子的 然后我直接用沾式的Beauty Blender 去变上它 好了朋友说 我这个地方有那一个眼镜的 那个脚架的那个印 没错 我是大进士 我是经常戴着一个 隐形眼镜的 我本来是想要去做这一个手术的 但是医生跟我说就是 我的成功率可能会比别人稍微低一点点 所以我就没有感冒这个险 去做这一个手术 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戴着眼镜这样子的 问我多少度近视呢 我将近800度 两个眼睛都一样 没有散光 就是近视 哎呀 大家知道这个用功的学生啊 开玩笑了 就是以前就是你知道 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不注意这样子的 我在被窝里看武侠小说那种人 这就是我 然后我 我又忘记拉近了 给大家看一下 拉近看一下它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薄 我蛮惊艳的这个粉底液 我之前干嘛去了 好多人都说它适合这个混油性和油性皮肤 好像干性的 有的有看有的人也蛮喜欢的 我只能说它现在为止是medium的coverage 只用这一个beauty blender的话 一层 超级薄 完全skinlike 大家觉得呢 嗯 蛮漂亮的 然后我再来一点 加在我这个鼻翼两端 这个位置 就是我需要遮的地方 我们看看它 可我可以build up一下 build up的时候也非常非常薄 也很薄 嗯 我蛮喜欢这一个的 而且颜色是正好的 大家看到 最后脸 我只能说它是medium的coverage了 medium 我这个半点还在 如果是full coverage的话 我这个半点会完全遮住 像那个我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个 Laura Merced的 那个Flawless Ultra Flawless Long Wearing Foundation 就遮得非常好 然后呢 呃 美宝莲的full cup full stay还是什么 super stay 那一个 在我脸上也是 可以 圈遮瑕的 哎 这个我需要再来一点啊 我刚才按了两下 Beauty Blender的话 我觉得我得四下吧 要是一张脸的话 我很怕它氧化啊 因为欧莱雅的东西 就是很愿意在我的脸上氧化 你知道它俩是一架子的 所以 很怕呀 然后我用这个 It Cosmetics的这一个 七号的 不对 六号 Kabuki这个刷子 就晕染这边 我们看一下 刷子这边的这个遮盖力怎么样 很好晕染 1.2不费力气 刷子也同样 大家看到 刷子这边那个遮盖力要好很多 但是我感觉 也没有 OK 也没有太干的感觉 稍微稍微比这个Beauty Blender这边 感觉要 干一点点 但还好 哎 这只Beauty Blender 我基本上两层 然后 这边就是一层 我觉得如果用刷子的话 两下可以搞定一张脸 但是用Beauty Blender的话 可能就要 三到四下了 这边 压一下 还是不行 还是露出来 这边也是稍微露出来 但是鼻子两边这个位置我觉得还OK 我觉得它算是柔亮感的妆效了 不是那种叫什么雾面的妆效 它是算柔亮感的 算是柔亮感的妆效 有那种 有那种Radiance的那种感觉在 我很喜欢这个妆效 非常的Flawless 蛮 这家里蛮好的 这家里蛮好的 是那种非常Skin-like 一点都不 那种厚重那种感觉 OK 哦 我蛮喜欢这个粉底液的 真的蛮喜欢的 大家看到我额头 非常的Flawless 然后毛孔的这个位置 遮得也非常非常的平滑 然后给你们这种是柔亮感的 不是雾面的 眼部呢 我以为有太多东西要遮 我就直接用这一个YCL的Pouchy-Lite 稍微提亮一下我眼周的皮肤就好了 我们眼周的皮肤 如果有的朋友 你很注重护肤的话 就是concealer尽量少往这上面 不要每天都往上面铺 concealer这样子的 很伤眼睛 很伤眼周的皮肤 你看那些就是欧美的化妆的 很好的那些人 他们眼下的皮 眼下下面这个皮 contour这个位置的这个皮肤 超级差 那些小疙瘩太伤皮肤了 大家一定要 我们化妆是为了让皮肤看起来更好 我们不是为了化妆而化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 注重起来这个步骤 就是先护肤后化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不要说为了化妆而去护肤 没有这个道理 我觉得老美很多 包括老美我看的一些 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 我感觉他们的肤质 跟我比稍微差了一点 而且我这张脸并没有去接受 像很多就是 就是一百万以上的人 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这一个assistant 都会去做脸这样子 我很讨厌 我的一个缺点 我这个人一个梗就在 毛病很多 我朋友也这么说 我就是我不喜欢别人摸我的脸 所以我基本上 我大概已经 有了我儿子之后 我好像没有进过美容院 真的 真的 一点都不夸张 我不喜欢别人摸我 我好像就是最后一次进美容 还是就结婚之前 然后去做了一下脸 全身都做 因为是夏天结婚嘛 然后我漏的也比较多 然后全身就去做 我真的是忍到不行 浑身鸡皮疙瘩 然后那一个 小故事一个啊 就是那一个sail 就是不是那个sail 给我按摩的那个女生 那个小女孩 她就跟我说 哎呦姐 你怎么浑身鸡皮疙瘩 冷吗 我给你加点热控调 我说不是不是 我说不是 不是这个问题啊 这样子 外边在recycle 我朋友们非常抱歉 OK 大家我眉毛画完 啊 妆已经完了 大家看到 非常的flawless 哎 非常非常的拼滑 我跟大家说 出印象绝了 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妆容 我感觉呢 它跟那一个 呃 叫什么 那一个 Laura Merced的 那一个分底液 非常非常像 但是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我感觉 它的遮盖力 要稍微差一点点 我今天呢 呃 不想用这个bronzer 我今天就直接用这一个 souret的这一个腮红 好 我们今天就测试它里的腮红 然后我就直接用 这个 MAC的这一个127 这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 哎 然后我就这样扫过来 颜色就属于这种 Sunburn Nude 那种感觉的 有一点bronzy那种 色痛在里边 我往后一点 哎 很漂亮 超级soft 也没有什么K粉啊 沾粉的现象 这样子的 很好晕染 超级的丝滑 跟我这个刷子很配啊 哦 很好看这个颜色 真的很好看 朋友们 接下来这个sail还没结束 大家可以去 试一下 买一个颜色 我这个颜色是Tailer 我那天问我们家邻居了 Tailer 啊 啊 说到Tailer 我就想到Tender 就是那个老友记 老友记下架了 大家知道 过内 如果下架的话 没关系 我前段时间 我买的那一个DVD 正版的 好贵的 我觉得我卖应该买一定的价钱 说实话 然后眼影 今天眼影呢 我们还是来用一下这个眼影打底啊 我觉得这个 Smashbox这个眼影打底 真的是 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好用 我们同样的 我这只眼睛用眼影打底 这只眼睛不用眼影打底啊 然后我今天 我换个眼影试一下 因为上 不是昨天了 应该前天 大前天 我试那个 Pat McGrath Lab 他家那一个眼影 我觉得那个眼影完全都不用打底 超级棒 反正打底跟打底没什么区别 打底不打底没什么区别这样子 我今天多用一点 我那天 用少了 我感觉 今天多用一点 应该先 后花眉毛 失误 然后我就这样压压压压压压 这没有卡粉的现象啊 但是大家可以看 它有tint 有颜色 所以就是可以把你这个眼底的 这一个肤色调整一下 这是我喜欢这一个 他们家的这一个 眼影打底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今天用的眼影呢 是Souret的这一个眼影啊 然后这个眼影呢 有错过我斯福兰VIB的 Sale的Shopping Hub 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个盒是单独买的17块钱 然后四个眼影在里 这是我自己搭配的啊 然后四个眼影 然后一个眼影单独是20美金 所以不打折的话 划下来 这真的是蛮贵的一个产品啊 然后我先用这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我会把这个颜色打到字幕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颜色是在底下 然后它是粘在上面的 我会打到字幕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压在我整个眼睛上 我刚才以为我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并没有太多粉K上来 哎 好眼影 现在不K粉的眼影很少啊 因为大家就讲究carimmy 然后如果还是干粉的话 那真的是需要这一个 哎 这一眼睛我就没有用这一个眼影打底啊 我就多多来点 我也没用遮瑕 那边 那边 那里咬进之后呢 我用这一个 Sigma的这个E40 这样的 稍微大眼的这个刷子 然后我沾上这边的这个颜色 大家看到 然后并没有太多粉浮上来啊 大家看到 然后我就直接达到我crease的位置 warm一下我这个眼周的皮肤 这颜色非常非常自然的那种 就增加一点点轮廓感啊 因为我这盘选的就是这种 怎么说呢 比较自然的 妆容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它有很多质感 有雾面的 有Saturn 就是还有这个Metalic 还有Shimmer 其实我觉得它雾面 有点Saturn那种感觉了 但是还好 哦 这颜色太自然了 我会把这个 我边说的时候 会把字幕打上来 大家可以放心 太好看了 这个颜色 太好看了 我最近很很容易 就带到这个位置 手太粗糙了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 你能不能轻一点 你的妆化的 化到眉毛上面了 改进中 然后也有朋友说 最近的这个妆容化的 越来越进步了 大家知道 我就是跟这一个 我的美妆频道 一同学习进步 然后接下来 是这个颜色 这个是一个这种 Shimmer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 我找一个 拼头的沙子 我先干着用啊 然后我就直接 把这个颜色 压在前边 这个位置 很漂亮 很漂亮 自然 它是Shimmer的颜色 不是Metalic 所以里边 有一些小的这种 闪粉在上边 这个眼影 就是适合 每天化妆的朋友 就是不想化那种 大烟熏啊 或者是warm tone 现在非常流行 那种的话 就想要一个 简简单单的 Golden的 大地色系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 眼头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 我用这个MEC-217 然后我沾上 最深的这个颜色 加深一下 我 眼角的位置 OK 这个眼影呢 你最好不用 这么拍刷子 你就直接上就行 直接上色 拍刷子 感觉这个颜色 就会淡掉一点点 往前一点 但我习惯性的 想去拍刷子 大家知道 这眼影真的是 太flawless 毫不费力气 真的大家 毫不费力气 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到 大地色系的眼妆 到位 Windows的这一个 铅笔刷 然后我沾上这一个 最深的这个颜色 画一下我 下眼线 我超级喜欢这一盘 这四个颜色 哦 真的是 很很趁我今天这个牛仔 那我今天呢 就不画液体的眼线笔了 我就直接用这一个 然后我就直接用这一个 蓝蔻的这一个 叫drama liquid pencil 然后我就直接用这个颜色 然后 就是补一下 睫毛之间的空白 这就是口红 今天呢 我想用一个橘色调的口红啊 就是 我不想用其他的 因为其他的 好像有点偏粉 这样子的 我想用一个橘色调的 number seven的 这个液体口红 这个液体口红呢 是number seven 就是奥特里发上 发过来的这一个PR 就是试用的一个产品 number seven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们家的粉底液也OK 我有他们家的粉底液的 总结的这一个视频 如果你皮肤不是非常敏感的朋友 你可能会很喜欢那款粉底液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大概二十岁左右这样的朋友 你会很喜欢他们家的产品 那个底妆品啊 然后我会把那个链接发给大家 我有做过他整个底妆品的总结的视频 而且有上妆的那一个过程 发给大家 我底下用了那个Dior的 Collagen Active的那一个 很漂亮这个颜色 很creamy 但是有点sheer 如果它不干掉的话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还会透出我这一个皮肤 大家看到了吗 盖的不是很 那我这个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粉底液 赞赞赞 今天外面的天气 真的是超级超级超级好啊 然后温度还蛮高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粉底液 在我这个混油性的肌肤上面 它的持妆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用任何的定妆喷雾 我也没有用任何的这个打底 然后我会在接下来的这一个中间 或者是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再给大家更新 然后我们看一下时间 现在是9点26 马上有9点半了 然后我们好多 然后总之我们就一会儿回来再见 一会儿见 哈喽大家 我回来了 然后现在呢是 5点03 然后这个妆容呢 在我脸上6个半小时 将近7个小时这样子的时间 我非常喜欢这个粉底液 我说实话 这个粉底液在我脸上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持久 大家有看到 像我这一个T字区的位置 出油的状况比昨天少了很多 如果你是混油性肌肤 或者偏油性肌肤的朋友 这一款粉底液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你 今天外面的天气呢 非常非常的好 你可以看到我额头这个位置 几乎没有出油的现象 因为我是混油性肌肤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蓝蔻的 这一个粉底液 真的是很好 而且并没有非常氧化的现象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颜色呢 稍微偏深一点点 如果你是NC 不对 NW3025到30之间的色号 这样的朋友 然后你可以买底 这个色号再稍微浅一点点的 那这个 我们说一下眼影 我今天的眼影呢 还是用Smashbox这个打底 我这只眼睛用了打底 这只眼睛没用打底 那我上一个 那一个Pat McGrath Labs 他们家的那个眼影盘呢 我觉得两个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在于眼影 我觉得那个眼影就是 持久力非常非常好 完全不用眼影打底 但是今天我试的这一个 Souret这个眼影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眼影打底的这一个 看到这个底下的这个颜色还在 但是这个颜色 中间这个地方已经没 废得掉了 已经化妆了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眼影盘呢 如果你不用眼影打底的话 持久力肯定没有 Matt McGrath的那个好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眼影盘 这几个颜色的这个组合 真的是很漂亮 很自然 然后如果你用了眼影打底的话 也非常非常持久 现在已经将近七个小时了 我觉得是非常棒 非常棒的眼影 而且Bouquet粉 非常的丝滑 妆感非常的高级 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然后这一个呢 也验证了他的确好用 的确让这一个 不太持久的眼影 非常非常持久 所以 这一个 Smashbox的这一个 眼影打底 目前为止 通过我的测试 我觉得的确会让 会让这个眼影啊 持久一些 下面我说一下 这个Sulrant的这个腮红 这个腮红呢 我今天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 昨天这一个 Beauty Insider 还是继续sail 那今天明后天还有 我上网本来想买 另外两个颜色 但是断货了 所以我只能等以后 再说了这样子的 我很喜欢很喜欢 这个腮红 大家看到 我今天没有用Bronzer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腮红 仍然在 高光就不用多说了 白款的高光 我已经做过这个测试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口红 No.7的这一个 Liquid Lipstick 我今天 真的是超级 超级用力忍住 不往上面抹这个唇彩啊 大家看到 就已经裂口了 这种这个地方 看到吗 然后 它的颜色呢 已经变成stain 那种感觉 就是在你的唇上 就是一层 一层薄的颜色 你就完全 完全蹭不了那种的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 专业的这个 卸妆液去卸它 太干了 真的是太干了 而且非常的sheer 然后刚晕染上的时候呢 颜色非常薄 很跳色 很sheer 我的唇色也没有盖住 而且持久力呢 并不是非常非常好 你现在看到 它已经掉光了这样子 像这种Liquid Lipstick 首先就是持久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还是Candivant Candivant Candivant Candivant的那一个啊 所以 Number 7的这个 我不太喜欢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它们家的那一个唇彩 但是液体口红 我觉得就算了 这个也是我在 奥克里上面申请的 我觉得蛮失望的 一个产品啊 那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今天的测试视频了 然后 希望呢 通过我今天的这一个 将近7个小时的测试呢 能够帮助大家 去选择这些产品 粉底液 还有眼影 腮红 我都强力 可以去试一下 接下来还会有一天 还是两天的这个sale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抓点时间 再去收一下 你喜欢的产品 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多多的点赞 新来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 拜拜 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